大家好,歡迎來到LiveHK,這是你,Captain speaking 近來在這個留言項上,經常收到大家說 Captain,打街場,或者Budget,有甚麼好介紹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雖然不是最新,但絕對有可能是 街場或者Budget 鞋最佳選擇的黑馬之一 就是這雙Under Armour Flow Future X without further ado,大家先讚好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然後我們就看看這雙鞋 先來當然是跟大家看看這雙鞋的鞋底 一拿起上手,是不是非常熟口熟臉呢? 就是Curie 8 基本上我可以肯定是用上了Curie 8 用剩下的鞋底就放在這裡,成為Budget Model 這個鞋底就是直接踩在這個鞋底上 在這個耐用性上可能會打折扣 不過在這個討論區也好,或者在其他達人的評級片也不太差 不過自己衡量,香港的地質和濕度可能不同 至於這個Flo Cushion,這次是全腳掌式 我踩下去的時候,比起Curie 8和Curie 9 它是硬一點點,應該是因為Mulky這麼大塊 它中間有一個File隙的Casing 但是如果大家有試過Flo Cushion的話 它是比這個Boost硬一點 但是比起Light Strike和Zoom 就是會軟一點點的設置 Curie也用得不錯 接下來當然是跟大家看看 究竟這條鞋的尺碼是如何 12號半的我,今次叫我快件入13 但可能按錯了,或者我說錯了 結果就回到12 不過在穿薄物的情況下,我也穿得下 而前腳掌的位置都相當寬 穿下去的時候,今次鞋帶也相當充足 不過綁不能一索,就索到落底 但鞋孔來說,在Low Cut來說也算多 有六個 而最棒的一件事,就是今次有一條Strap 是在這個Lock Down 你可能問,Captain,你又說不喜歡沒有Buckles 拉過來,扯過來的那種Strap 不過今次這個Strap,就不是不斷黏在鞋身上 而是扣上了在鞋帶中間的 你可以當它是兩個鞋帶孔 而當我調整這條Strap,拔過去的時候 明顯在鎖定力上,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至於支撐方面,腳掌的位置在前面 我覺得相當支撐 不過腳跟就會有少少窄 以及如果一定要抱怨的話 今次的腳跟的ankle支撐是一般的 而且這個叫做在腳跟後面的填充物 就有少少heel stoppage 不過幸好,它有條好Strap 所以彌補了一切 至於推進板 推進板 這次Future X 用上了一個近乎超長的Paddix的擴扭板 踩下去的時候,Ride都非常暢順 在這個叫做頭尾,就有7mm的Drop 所以加上這個推進板 推進能力也不錯,而且擴扭性也非常高 接下來就和大家看看物料和外觀 Jermiel,知不知道這次是甚麼價錢,多多? 不是啊,我剛剛聽說有損失可以買回來 599 但是這個損失呢 這個好像是999 沒錯,999 999好像也不太預算 但是剛才聽到嗎? Jamey 說可以599 現在上官網上的確有幾隻顏色可以去到599的價錢 我覺得簡直是超值 因為我剛才說了 它基本上是一對Curry 8的Low-cut版 如果可以,而這個599的價錢 就已經可以感受到Under Armour最High-Tech 其實我自己覺得非常OK 而今次我們這個損失的材料 就用上了一些假Sway 問下去的時候,它不膠 所以你可以說它是仿Sway皮 也不錯 不過在網上其他顏色,尤其是減價那些 其實都是用上了這個Mash面 這個恐怖 而且它整體的材料是沒有那麼Premium 但是它們的透氣能力比較好 所以你自己去想一下 你想要Premium一點還是想對鞋乾身一點 至於外觀方面 這次我們買了回來才知道 原來這個是Black Lives Matter More 版本 這個Black History Month 上面會有一些人權 黑人爭取權益的字樣 在上面有Black Liberation 裡面也有BE的Celebrate 在裡面 如果只是說顏色來說 這個紫色搭配橙色 以及這個組紅色 我自己覺得相當鎖 在鞋尾的位置有Future X的Tag 以及鞋帶也有一個迷彩的顏色 Germiel 這雙鞋 有沒有站好帥 很帥 所以 這個Under Armour 也有在 但也挺失道 我覺得真的可以 這雙鞋 這雙Under Armour Future X 一般來說 如果是球員PE 最多見到 就是在Pattie Muse 穿著 雖然被人避免了 但不要這樣 還有 如果大家可以 過到這個心理關口 就是沒有這個Rubber Outsole 直接踩在中底 我覺得這個Future X 或者這個Flow 的Traction Pattern 相當之好 它不響 但是正的 左右前後都絕對 好到不得之了 至於這個Cushion Flo Cushion 真的差不多 可以用錢買到 最好的 籃球Cushion的技術 都是那一句 買都要試一下 至於今次這條Strap 鎖定力 是非常非常 對整雙鞋的戰力 有提升 可惜唯一未足不足 就是後面 Hill Counter Cup 它有條Rail 但幫助不戴 幸好也是那一句 Strap 外表 真是帥仔 沒有話可說 如果大家真的 經常去打街 我建議大家 不妨去試一下 這些叫做 非主線的籃球鞋 而今次 剛巧巧 就有一雙鞋 雖然它是Budget 但它Budget得來 竟然用完主線的技術 不犯一線 這對Under Armour的 Flow Future X 接下來我們頻道 就會有新的搞作 現在這個頻道 將會改名 而AMC Live X 就會是一條全新的頻道 會講一些關於 生活點力 比較沒有那麼男性化的 到時希望大家 仍然會支持 或者介紹給 對運動用品 或者這些 男人的意外 的朋友 去認識一下我們的頻道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記住 是MaiJerker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還有 我們現在有講講MBA的節目 每晚10點半 就跟大家講講MBA OK 祝福大家 夜相愛你們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平靠其他鞋 還有其他東西 拜拜